飞飞英语 必为精品 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次来到飞飞老师的新概念系列课程 那么今天我们学习的是新概念的二册的Lesson 60第60课 题目叫做The Future 我们叫做将来 文章中翻译了普算未来 占卜未来 那是因为文章中讲的是一个占卜的故事 既然占卜的是未来 今天咱们也没什么新的知识 要把我们unit1中的将来时好好复习复习 对我们的课程十二十三课 如果你忘的话一点印象没有 既然你可以先听听十二三课 我们的将来时的一个小的复习 然后同学们我们再一起来回顾回顾The Future Time 那同学们今天的词汇非常的给力 说的给力是你看了一定非常开心啊 就那么几个单词 好多还都认识 比如标题我不相信 只是你不认识这个词 这个词叫做将来 跟我读一下Future 再来一遍Future 将来未来的意思 Nobody knows what will happen in the future So what will happen in the future 你知道在将来会发生什么吗 你只需要记住在将来 在未来的词组英文叫做 In the future 在将来我要当一个工人 I will become a worker in the future 在将来我要成为一个数学家 用的都是In the future 在将来十年之后也叫将来 一万年之后也叫将来 那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将上高中或者上大学 你知道在不久的将来 中文老这么说 英文怎么说吗 在不久的将来 英文说叫在很近的将来 英文叫做 接下来In the near future 跟我读一下 In the near future 那在遥远的未来 怎么说 遥远的你学过 名词叫距离 第一开头的 很好 遥远的一起来 Distant 再来一遍Distant 而我们当时讲的长途电话 就叫做Distant core 那这里叫做 In the distant future 在遥远的将来 可能电脑或者可能科技 会完全取代人类 文章中老是这样说 跟我读一下一句来 In the distant future In the near future 第二我们要辨析 将来前面加印 有的时候你在题中会发现 突然那个得不见了 变成了in future 但是不要以为 好像得可加可不加 这就是重点辨析的词诵 in the future和in future 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 Can you tell m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in future and in the future 如果不知道的话 通过中文来记 in the future 叫纯纯的 在将来 纯属啊 别写纯 举个例子 这是一个竖轴 这是现在 左明过去 这是在未来 比如2330年 那绝对在将来 什么东西会被发现 什么问题会被解决 而in future 如果非用我数轴的话 是这种感觉啊 你看好了 这是现在 左明过去 右边将来 in future 包含现在 往后推 怎么翻译啊 跟我翻译叫 从今往后的意思 这个包含今天 包含明天 一直往后 而in the future 只是指 在未来 2350年 在未来 3077年 可换票 没问题吧 举个例子 I will work harder in future 这次考试败了 老师 你放心 I will work harder in future 什么意思 老师 我从今天以后 我一定会更努力的 如果你这么加 多了个得 你就话舌天脚了 同学们 你跟老师说 老师 我在将来会努力的 老师说 我的天 您现在还不努力 还将来 什么时候等结婚啊 就不太合适了吧 那你告诉我这句话 加得好 还是不加得好 Please arrive on time 这次迟到了 请下次准时到 哪个呀 很好 我觉得in future 从今往后啊 您得准时 别别明天开始了 一会下午那会 你就准时 所以我就in future 好 那这个呢 A cure 治愈方法 for cancer 什么叫cancer啊 癌症的治愈方法 可能会被发现 在将来 in the future 不叫从今往后 估计今天没戏了 戏戏睡吧 孩子们 是这个意思啊 所以同学们 如果知道in the future 在将来 那你知道再过去 怎么说吗 很好 我们叫in the past 那再过去 就叫in the past 再将就in the future 那目前呢 很好 注意借词啊 我们叫at present 注意借词变了啊 in the future 在将来 in the past 在过去 at present 目前 现阶段的意思 好 那同学们 我们来看下面一个 简单名词 这个词 初二的一个名词 跟我读一下 fair 再来一遍 fair 一起来 fair fair在城市居住的同学 都不知道 但以前农村都有 现在欧洲和咱们 中国农村都有 叫集市 老说农村地赶集 什么叫集市 叫你去欧洲的话 也有这样的fair 这样的集市 它跟market不一样 market是固定的 你哪天去 八点去 十点去 那市场都在这 下午点关门 集市不一样 你比如我们 当时去欧洲留学的时候 就特别愿意去问一问 你们这个什么时段 会hold a fair 进行一个集市呢 当地人会热心地告诉你 周二 比如上午九点到 中午十二点 周五 下午两点到晚五点 那么农学们 一周就这两个固定的时间段 这时候你来才会有 平时没有 等到周二 你八点多九点到了以后 会发现农民开着自己的车呀 卡车什么的 四面八方就开到城市的这个部分 他自己搭了一些摊位 哎 他们开始组织一个fair叫集市 他们比超市好啊 他们大家都是最鲜活的农产品 那奶酪都热腾腾的 牛奶都现打出来的 点心都是现做的 我那苹果看着可漂亮了 一个一个都这么圆 哎 有些东西可好吃了 但东西可别小看 咱们中文好像市场的东西很便宜 你到商场才贵呢 那儿不一样 那商场的那天市场由于是特别新鲜 东西可贵了 我当时记得到欧洲 苹果轮各卖两欧一个 那时候的价钱二十块钱一个 你要超市能买一兜子了 所以同学们fair将来可以逛一逛 很有特色 但是后来人们就发明了各种各样的fair 比如说 你周来两次就来两次吧 可是到了我们最著名的节日 Christmas 什么节日啊 圣诞节你也得来一次啊 所以圣诞节在城市中心 你会组织一种Christmas fair 圣诞集市 不过这种集市一般都不买什么 姜啊蒜啊 都买一些圣诞节的小礼品啊 圣诞树啊 烟火啊 还有各种各样的游乐 这就叫做Christmas fair 国外人喜欢过圣诞节 中国人喜欢过年 一过年的时候 咱们都会去这儿 Temple是什么地儿啊 合成住那庙 跟我读一下一期来 Temple 再来一遍 Temple 什么叫Temple fair 庙前面的集市中心 中文叫 应该去过吧 庙会 庙会 在那买个小玩具啊 或者买个年画啊 特别有浓浓的年的气氛 当然后来人们也发明一种集市 叫做Temple fan fair 说在这个集市中 你买不到任何的吃的和农产品 或者你这里面卖的东西 都是卖给你各种各样的快乐 你知道什么叫fan fair吗 其实就是游乐场 我摩天轮快乐 我过山车快乐 sand fair sand fair的意思 原意就是农民的感激的集市 但是有很多不同的集市 将来你希望也去 多去看一看 关注关注吧 好 下面一个词 这个词 跟我读一下 fortune teller 再来一遍 fortune teller 占卜是算命的人 this is a fortune teller 吉普赛人 拿一个水晶球来告诉你的命运 为什么fortune teller是算命的人呢 那我们tell都学过 叫告诉 那咱们的研究研究 fortune到底是什么意思 咱们学过 fortunate 什么意思啊 幸运的 fortunate为幸运地 所以我估计fortune当名词讲对 它的第一个意思就叫做运气 幸运的意思 for example I had a good fortune to be chosen for a trip abroad 我有一个极大的运气啊 被选上去出国旅行 I had a good fortune to be chosen for a trip abroad 那以前的运气学的 祝你好运 就用的是good luck 对 luck这个运气 我觉得都是小运气 比如说你在那抽彩票 抽地吧的 oh I have very good luck fortune我觉得挺大的运气 我出国旅游了 你运气真好 住了三千多万 他运气真好 你需要找到工作了 他运气真好 这么多名牌大学 抢着要他 he has great fortune 所以fortune这个运气 觉得你luck运气要大得多 我有幸参加电视台的节目的录制 I have the great fortune to be chosen for a program 但是luck可能是 哎呀 哎呦 隔着我了 bad luck倒霉 对吧 哎呦 不错啊 刚才得一金币 good luck 我觉得小运气 知道他们的小区别就可以了 好的同学们 fortune不过要运气的意思 第二 那才是他最早的意思 为什么不过运气 因为fortune的意思叫巨额财富的意思 大笔钱财富 因为人家给了你大笔钱 你才得来的运气 she inherited a fortune from her grandmother 她的奶奶去世以后 她inherit还没有学到这个词 继承的意思 继承了一大笔财富 fortune原因就是财富的意思 核心词组是高中必须背的 什么叫做make a fortune 不叫制造财富 我们叫发财的意思 她在这个城市发了财了 he made a fortune in the city 她通过卖房子发了财 he made a fortune by selling houses 所以selling houses 这就是make a fortune 我们叫发大财 那同学们于是才有了词组 tell somebody's fortune 一个人告诉你 你的运气和财富的人 那不就跟你算命吗 你今天万事不易啊 明天你可以中财票 tell your fortune tell his fortune 所以算命的人一起来 fortune teller 再来一遍 fortune teller a fortune teller means a person who always tells your fortune 会告诉你的运气和你的财富 所以这就是算命 为什么叫fortune teller了 好那同学们 算命的手里经常拿着一个什么球啊 what kind of ball does the girl hold 我们叫水晶球 水晶怎么说呢 很好 跟我读一下一起来 crystal 大声读crystal crystl 水晶一起来 crystal 水晶球就叫做 a crystal ball 一个水晶项链 怎么说 真漂亮 闪上发光 我们就 crystal 项链 necklace 这就是水晶的意思 很多女同学肯定小时候看过这个动画吧 一看就知道了 男同学说 奥特曼 不是 美少女战士 她的主角其实中文翻译的叫水冰月 对吧 我不是说 fortune teller你一定看过 当然英文吧 水冰月的名字为什么叫水冰 它不是水冰 就是水晶的意思 它的英文名字就叫做crystall 跟我读一下一起来 crystall 一起来 crystall 好那同学们 我们来看本课的下面一个重点名词 这个词又是一词多译 跟我读一下 relations 在那边男生读relation 一起来 relation 它的意思是指人与人之间的 国与国之间的 家庭与家庭之间的 关系 一起来 relations for example the relation between prices and wages 什么叫wage 蓝领工人的周星工资的意思 说价格和工资的关系 the relation between prices and wages 有些同学大学研究的是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什么意思啊 国际关系 北大就有这个专业 叫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国关专业 国际关系 研究都是外交事务 而且光看这个名字 大家觉得好像很政治研究外交 不是 北京大国际关系 除了政治你要学 你知道最重要的是哪个专业吗 很好 就是飞飞老师现在教你这个专业 英语专业 被誉为北大第二外语专业 因为你光学国际关系不行 你外交不得接触各国人 去联合国什么的吗 你英语不好 获一堆 肚子一堆知识 也不行啊 所以大家有时候看专业 真得看出点门道 有些同学大学特想学经济 在还不知道经济讲什么之前 先想到我大学 我一定要把我那个经济专业 先想自己 哇 你说成数钱的场面了 你不知道你要有经济好 大学你真的数学好 因为经济议论没多少 都一天在算那些数 一个经济学家 就是半个数学学家 有些同学中学就数学不好 你大学你怎么学经济 不悲催吗 有些同学想学law 什么专业啊 法律还没上大学 就是我将来当律师 想自己带假发 蛇战群奴的场面了 但你不知道同学们 法律专业 有些人英文单词都不愿意背 语文都不愿意背 法律专业同学们 第一必须再背 新发点上发点 你背不下来 连个新干点课文都不愿意背 以后怎么背啊 有些同学说老师 那我们新干点英文 法律第二要求高就是英文啊 法律英语比英文的 语言学的专业的学人都高 因为你想你法律就玩语言 你到国外给人写一合同 得 你看有语病 本来你欠人50块钱 结果别人你欠25 或人家欠你50了 那谁还相信你啊 而咱们中国的法律 都是欧美法系过来的 你必须学英语之外 可能还能学德语和法语呢 所以很难的 if you want to become a lawyer 咱们不说这个了 所以relation的意思叫关系 当然第二个意思就是指 以你跟自有关系的人 我们叫亲戚 亲属 一起来relation 以前学的亲戚 你还记得怎么写吗 对 我们叫relative 没有区别 记住 既可以说relative 也可以说relation 都叫亲戚 亲亲怎么说 我们叫一个亲密的亲属 a close relation 姑姑舅舅爸爸妈妈 都是你的close relation 那远亲呢 又回到这个词了 a distant relation 远亲给我读一下 a distant relation 还记得在遥远的未来 怎么说吗 in the distant future 所以有些词得多记一记啊 好那东西我们来看 下面一个副词 这个副词咱们绝对学过 跟我读一下吧 impatiently 再来一遍 impatiently 我们把副词I去掉 把否定词根去掉 这次谁不会啊 patient当名词是病人的意思 当形容词叫 耐心的 跟我读一下patient 大声读patient 那一定记词读 对某人很耐心 因为用be patient 叫哪个戒词呢 你认识吗 对某人很生气 叫be angry with be annoyed with 记住对某人耐心 也是be patient with somebody 这是他的核心自主 be patient with somebody you have to be patient you will have to be patient with my grandma 你要对我的奶奶耐心一点 她耳朵不太好 或者医生对我很耐心 怎么说呀 the doctor is very patient 注意这词 with me 妈妈对这个小孩很耐心 the mother is patient with her child 那这句话 老师对学生们很耐心 怎么说呀 the teacher 你去讲讲 is patient with the students 那同学们 当然耐心的反应词 一定小心 按理说 形容词的否定 lucky unlucky 幸运的fortunate unfortunate happy unhappy 好像都在前面加一文 但有些词 注意不加一文 比如p开头的形容词 由于他们是这么理解 patient和耐心 为什么不耐心 不叫unpatient 老爷就是发音不好听 难受 就是纯属因为发音不好听 所以p开头形容词 否定一定在前面加 im 耐心叫patient 不耐心一起来 impatient 再来一遍 impatient 有礼貌怎么说呀 一起来 polite 没礼貌怎么说 很好 不要说unpolite 我读一下一起来 impolite p开头 impolite 可能的英文叫 possible 那不可能呢 哎 impossible 这对手 一起来 impossible 到高一会学一个 p开头形容词 不知道 你也会写出它 否定吧 这个词跟我读一下 practical 再来一遍 practical 一起来 practical 我们叫实际的 实用的 这个字典非常实用 the dictionary is very practical 这东西 一点都不实用 不实际 就是个花瓶 你买它干嘛呀 不实用 不实际 一起来 impractical 一起来 impractical 一点都不实际 过情节 对吧 这个你给女同学买个花 女同学比较实际 也说买什么花啊 一点都不实用 两天就黄了 还不如买这烤鸡 咱俩吃呢 他一个现实的女孩 impractical 或者practical 实际的 不实际的 如果知道的话 那同学们 那接下来 我们就跟着飞飞老师 一起来学习本科的课文吧 学课文之前 你先用五分钟的时间 复习复习 刚才在词 一会儿在课文中再看一遍 那巩固就特别好 第二呢 同学们 大家可以拿MP3 起码跟读两遍吧 对你的听力 耳朵也算一个磨裂 那当然 如果做完这两项工作 就可以跟着飞飞老师 分析分析本科的语言知识了 好了同学们 十分钟 之后咱们不见 不散